那壹傳媒這裏說,壹傳媒現在說到明 他說叫員工做自僱人士,其實就等於壹傳媒已經倒閉了 壹傳媒倒閉對我來說,我就極之開心 因為我對壹傳媒或者黎智英這個人的風格,做報紙的風格極之反感 你看壹傳媒做報紙的方法,怎樣腦作新聞,我不是誣她的 看回陳健康事件,我想大家都記得了 陳健康事件,如果有些年輕人比較年紀小的人就可能未必記得 這個陳健康事件發生在1998年10月 陳健康就在上水天平村的一宗倫常的命案 說到陳健康就說在深圳包兒拉 就是這樣,令到陳健康兩名的妻子 陳妻將兩名的兒子從上水天平村拋到地上 然後自己都自殺身亡 這件事在香港當時來說是極之轟動的 那蘋果日報怎麽做呢? 蘋果日報又做新聞了 他給了五千元,這裏說 做照片就做這個新聞,被人揭發了 之後這個陳健康呢,陳健康是怎麽樣的呢? 陳健康就是這位人兄 陳健康做完這個新聞之後呢 他不理他老婆子都死了 他都一樣這樣,花天酒地 這些是極之反感的 他回到香港不單止是被人圍毀 被人咬 那時候真的打得很厲害 打到他那時候 然後全部為了安全起見就沒有追問他 因為人身安全嘛 社會對他極之反感 你看看蘋果日報今時今日的作風 有些台灣媒體說 他說蘋果日報是得罪了共產黨 可能其中一個因素 我不覺得他是不是真的得罪了共產黨呢? 即是黎智英 我覺得蘋果日報他的方法就好像中間路線那樣 有時是乃客共 有時是本土客 即是乃共 你想想阿爺這個說法 是稱呼誰呢?稱呼中共的嘛 叫阿爺喔 還不是乃共嗎? 他稱呼阿爺 即是有時稱呼中共做中央的喔 還不是乃共嗎? 對不對? 那你到 得閒他可能會本土的喔 那你想想阿亦傳媒他最近 即是之前那樣 報道大圍一間地產譜 用簡體字 用殘體字 接著被人襲擊啦 有空可以本土的 有空可以拿下共 那你這麼中間路線的 一定死的啦 是嗎? 還有他那個老作編才方式呢 老實說 是香港人呢 一定不會買你的報紙 甚至這裏他有些披露呢 有些說呢 就是 蘋果日報是親泛民 我不覺得是親泛民 他是親民主黨的 即是泛民什麼叫泛呢? 好多民主派嘛 即是我不覺得他是喔 對不對? 你親民主黨 這個民主黨報來的 根本就是蘋果日報 即是唱雙王的民主黨 這個 老實說民主黨 即是我對民主黨呢 老實說 即是都是極之反感 即是你不要想著我 即是網友 我一定是針對建制派 因為建制派裏面 也都有一些政黨的人呢 都幾有良知的 特別是自由黨的 田北俊那樣 即是我幾欣賞他 即是有時候不是說你一定 泛民提出的東西一定支持 建制派說的話 我一定反對錯 你講回就是葉劉淑儀 我講回一件事 就說葉劉淑儀 他講回難民問題 當時曾經講過 他說在深圳裡面 起難民營 這麼閉嘴 我是支持的 一定支持 沒有理由反對 那我為香港有沒有問題呀 我本土嘛 你講回蘋果日報 他的編採方針 是不是得 是不是親共 我就不覺得 是不是得罪共產黨呢 即是我不覺得得罪共產黨 他的編採方針是有問題的 你想想他 他一有空就拿下共 有空就本土下 就死了 你走中間路線一定死 對不對 你好像政棍議員那樣 走中間路線 哪個投票給他 你現在這個香港 那個現在時局 就是一定要有傾向性 你沒有傾向性 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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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會支持你呢 甚至你看回我的報道 很少用蘋果那些報道 因為他那些 你不要吵吹到他 都會來走中間路線 其實我的出現 某程度是針對蘋果日報 一傳媒 的 其實我的出現 即是經常都這樣說 你看回 即是說回股價來講 蘋果日報 最高 23個幾 跌到現在剩下多少錢 剩下三毫幾指 跌了差不多99% 你想想今天 今時今日 你蘋果日報 是不是還有生存空間 在香港 即是你看回 現在整個形勢來講 即是蘋果日報 即是老實說 不是說什麼 其實他在台灣 他都捉過招了 他開一電視的時候 都說台灣人針對他 你想想你那個偏才方針 哪個不針對你啊 你是不是 你老實說 你那些所謂 報道 你不是客觀 你根本是做新聞 就好像香港那樣 即是香港為什麼娛樂 即是演藝人士 演藝界啊 或者娛樂圈會 即是開始走下波 就是因為有一傳媒 嘛 對不對 為什麼韓國 去K-pop 或者去韓劇 這麼想成功呢 但是沒有一傳媒 沒有一傳媒這個報紙 或者蘋果日報在這裡 如果一傳媒登陸了韓國 K-pop都死了 韓劇都死了 跟你說 你想想他那些 你想想他那些 你想想那時候 阿莎阿嬌或者陳冠希 驗照事件 那些 你想想別人陳冠希那些驗照事件 流出來 人家在私人空間做什麼 關你什麼事嗎 對吧 就像黎智英那樣 你和你老婆在家裡 你想做愛 你以為公開的照片出來 被人拍到照片 公開的照片 你看你喜歡不喜歡 即是他那時候是這樣報道 連外國傳媒都看不過眼 香港傳媒都可以這樣報道 這些就是《蘋果日報》的風格 你這樣不肯死 那些垃圾員工 你今時今日做到這樣的環境 你被黎智英這樣遺棄 是你自甘墮落 是你自己不想後果 是你自己和黎智英一起抱抱歉一起死 所以你看看《蘋果日報》你一傳媒 根本我覺得黎智英 他應該離開香港 香港不需要黎智英 香港人只需要獨立思考 個人意見獨立思考 講完